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你在这儿 刚才谢谢你啊 要是没有你 我早就被蛇咬死了 你不理我就算了 要是有什么事你叫我就好了 好 上大爷 怎么是你啊 怎么又见面了 奴婢思一思审婢 参见长广王殿下 不必多礼 请请 你怎么会来到斯宝斯的 我是 我是来打听陆珍消息的 你是陆珍的邪妹 我们以前曾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殿下等等 陆珍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还在大牢里关着 不过我相信 他一定是清白的 你能那么关心他 我觉得很好 你不用太担心 他应该会没事的 长广王殿下 好 跟我来 次政大人让我再问你一次 你的屋头是从哪来的 你为什么要拿他杀人 这位姐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那屋头真的是我 不小心从御花园里挖出来的 我也是查过医书 才知道他有剧毒 所以才把他埋了起来 那位将军小姐 真的不是我杀的 陆大人 你的供词前后不一 司政大人 他是不会相信的 姐姐 你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我这儿 还不如好好地去查查 其他的地方 比如那位小姐 生前吃过什么 喝过什么 那屋头只有吃下去 才会害人 就算把屋头之徒在琴弦上 也根本害不死人的 真的 我也是查过医书 才知道的 要不然 你去问问太医院的医症们吧 陆大人 上师大人可说了 你要是再不着工 三天期限一到 就只能禀报给太后娘娘处理的 到时候 你会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看我的脚 我的脚都已经这样了 还能骗人吗 那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我们走 阿毕 是你啊 你不是在撕一撕吗 跑这儿来干嘛 哦 我来撕宝撕 拿点金线 哦 你知不知道 那个陆珍 现在怎么样了 他都被抓到暗牢里去了 还能折腾什么呀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要是老天有眼 让他死在牢里就好了 什么长广王殿下老惦记他 你说什么 难道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骂成是吧 我听医院店的一个小宫女说 陆珍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呢 真是不知羞耻 要不 我去帮司贞大人 想想办法 你 你能做什么呀 这有什么难的 随便收买两个暗牢那边的宫女 就有她最受 太好了 快去办 陆珍越惨 我们家小姐就越高兴 这天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又冷起来了 行路难 行路难 大疯狂卷行路南 我学明拓走天下 不怕莫被风沙寒 行路南 行路南 大疯狂卷行路南 我学明拓走天下 不怕莫被风沙寒 行路南 行路南 大疯狂卷行路南 我学明拓走天下 不怕莫被风沙寒 大疯狂卷行路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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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够了没有啊 你们两个干什么 拿什么东西 拿出来 这位大人 不关他的事 是我 我担心路妹妹在牢房里过得不好 所以就请这位姐姐买一些好吃的 好喝的给她送过去 你也认识路姑娘 是 我叫阿碧 我还认识常广王殿下呢 殿下也知道我和路妹妹 我们是好姐妹 原来是这样啊 难为你了 我也是看到外面突然变天不放心 才过来看看路姑娘 大人不必担心 这里有我就好了 你听 路妹妹还在唱歌呢 她现在在这里呀 吃得好 穿得暖 住得也好 您就放心吧 路姑娘 能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雪中送炭 才真是难得 既然你在这儿 那我就放心了 恭送大人 嗯 刚才的话 不许泄露出去 不然 我们两个人都得死 是 就这么一会儿 你就不行了 你怎么也会上行路难呢 这本来就是我们土鱼魂的歌 你们汉人是跟我们学的 你是土鱼魂人 你怎么知道啊 我跟我爹啊 从小在西域做生意 商队的人 有很多都是土鱼魂人 他们的汉话也都说得挺好的 我爹是 我不是 哦 那你是怎么进宫的呢 哦 我叫陆珍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多美儿 石榴花 那你肯定长得很漂亮 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石榴花的意思呢 你会说汉话 当然我也会几句土鱼魂话啦 你这个人很好玩 我喜欢你 那前些天我跟你说话 你为什么都不理我 我怕寂寞啊 怕寂寞 有人跟你说话 你还会寂寞吗 唉 我在这儿 关了快一年了 中间 不断的有人被关进来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跟他们说说话 可后来 第一个死了 第二个也死了 所以 我不想说话了 免得我跟他们说完话以后 他们又去死了 可是 你唱起那支歌 我就忍不住了 嗯 陆珍 你唱得真好听 不管你以后死不死 我都决定跟你做好朋友啦 那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你是为什么被抓进来的呢 说起来 真倒霉 我是个舞娘 就是跳弧线舞的那种 转得很快 很美 我知道 我本来在一家酒房跳舞 可是有一天 有个正美人的哥哥找到了我 说把我接进宫 给你们皇帝和正美人跳舞 给皇上跳舞 不对吧 宫里可没有什么正美人呢 那个人肯定是皇帝 他 有胡子 还很长 那天 我跳啊跳的 没跳完 那个皇帝就死了 正美人也死了 那个皇后本来想杀我 可我不是宫女 所以把我关在这里 一直没放出去 哦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先皇啊 你就是这样被抓进来的 那你也真是够倒霉的了 你也一样倒霉啊 我听过你们说话的 你是被冤枉的 你就那么相信哪 我看人很准的 你会唱行路难 还知道十六花的意思 我们土一魂人的朋友 一定不是坏人 嗯 你说的对 我是好人 不是坏人 可为什么他们就不相信呢 怎么了 没事 我脚疼 被加棍加的 加棍你知道吧 我知道 他们也给我弄过 那东西很疼的 可是你不要怕 我有让你不疼的法子 来 你到铁篮边上来 这是什么呀 雪梁花干 我娘包了好多 在我箱包里 我就是靠这个 才熬了这么久 没有得病的 你拿着 这个把它们嚼烂了 一半吃一半敷 一半敷 这样你就不会疼了 谢谢你了 不用洗 我可能 永远也听不到家乡的歌了 怎么可能呢 两边的东西都没有毒 没错 大理寺的三个五座都做过检验了 秦身上的东西的确没有毒 难道说那天吴小姐中毒 是因为饭菜里下了毒 不是 那市区的人检验过当天的食物 确定里面没有毒 不过 武座门也说了 虽然秦身上没毒 可却涂了一层像水母汁一样的东西 那玩意儿让人麻痒难忍 但确定不置人于死定 这不就怪了吗 算了 反正至少现在可以确定 秦身上是没有毒的 那死保死的人就没有嫌疑了 也就摆脱了陆贞的嫌疑 这样也好 我现在就去跟皇上说 让皇上放了陆贞 等一下 你少安无躁 还是让我先派个宫女把证据交上去 这件事情 就让撕着撕的人来 至于陆姑娘撕藏屋头的事 毕竟是事实 你要是再替她抢出头 要是让太后那边抓住了把柄 说你与人勾结 一图谋害皇上 那可就麻烦了 是 朱叔 你说的有道理 要是这样的话 陆贞又得多受几天苦了 给你 这是我姑姑让人送进来的 你也吃一点吧 陆贞 真好吃 你真是个好人 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我觉得 你肯定死不了 为什么呀 你看 有人给你送衣服 还有人给你送吃的 这么多人关心你 你肯定死不了的 你可真有信心啊 嗯 我相信 你一定会很快被放出去的 嗯 因为跟你说话的人都死了 可是我还没死 这说明 你很快就会转运了 嗯 那咱们说定了 谁先出去 把另外一个也救出去 嗯 君子一言 死马能追 是四马 不是死马 死马 死马 那我们也不是君子啊 我们是女人呢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 我的汉话讲得不好啊 哼 我会唱的汉人歌 说不定比你还多呢 真的吗 那你唱来听听啊 真便发尽千万元 要修切在青山兰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哎 你的情郎 有没有给你唱过这首歌呢 这 这首歌 他怎么能会唱呢 这不是你们汉人的情歌吗 哎 那你的情郎 长什么样子啊 他很帅 个子很高 有老鹰一般的眼睛 野狼一般的身材 他总是会帮我 哦 还会说笑话给我听 可是 一转眼 他又会欺负我 那你的情郎 为什么不来看你啊 因为他骗了我 我很生气 所以我就不要他了 那你有没有骗过他呢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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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跟他没说实话的时候 那你生什么气啊 你们不是扯平了吗 可是 可是还有一个漂亮姑娘很喜欢他 那姑娘的爹是个大官 可我爹只是个普通人 那你的情郎喜欢他吗 不知道 那就是不喜欢了 你们汉人真是奇怪 他喜欢你 你也喜欢他 就是再多多姑娘喜欢他 也不关你们的事啊 再说了 又不是他阿爹要去二房 官大官小 有什么关系呢 嗯 你说得对 又不是阿爹要去二房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今天不像昨天那么冷了 皇上驾到 臣弟参见皇上 起来吧 阿宅 你赶快准备一下 陆姑娘马上就可以出狱了 啊 皇上 你怎么 这两天 我让圆福一直盯着司正司 你昨天收到的那些证据 我已经查过了 刚好吴家小姐今早也已醒了 太医再三查验过 她并不是中毒 而是天生就不能碰海里的东西 所以啊 再加上琴弦上的水母汁 本来就有瓦氧之效 所以才会睡了好几天才醒过来 朕已经责罚了那些误诊的太医 并且让司正司赶紧把陆姑娘给放出来 啊 皇上 原来你这几天一直盼人守着司正司 那你也知道那些证据都是我派人给的 啊 阿湛呢阿湛 你有时候就是太谨慎了 你为了陆姑娘连命都可以不要 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你是怕人误会对吗 连朕都不相信他会杀人 这件事你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跟朕说呢 皇上 其实那个乌头真不管陆真什么事 他跟我说了 他的一位亲人是蒙冤受死的 我就告诉他 那个亲人的死因有可能是乌头造成的 于是呢我就找了些乌头进来 是想方便能亲自查验 那个亲人是他父亲吧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阿湛 陆真的身份也是你给的吧 那天他在清净殿 差点为了周太妃而殉葬 在危难时刻他跟我说 只要朕帮他重审他父亲的冤案 他就死而无憾了 朕去查过 他的父亲居然是陆湘 陆湘明明是湛死的 又哪来什么冤案呢 皇上 这件事情陈弟任意妄为 请皇上致罪 起来 朕知道她是你喜欢的姑娘 也是朕尊敬的朋友 但是 你可以不把朕当个好皇帝 可我是你的好大哥 大哥 我错了 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隐瞒你 我很久没有听你这样叫过我了 再喊一声 大哥 哎 杜大人 恭喜你 案子已经查清楚了 真的吗 我们已经查清楚 上驻国将军之女并非中毒 现在已经清醒了 大人的嫌疑自然也就洗清了 那那我现在没事了吗 那是自然的 这几天你受委屈了 我这就派人把你送回清静殿 之前多有得罪 还请陆大人多多见谅 大人不必多礼 您秉公行事 陆真并无不满 只是那屋头 既然皇上要你收着 您哪怕稍微暗示一下 也用不着受这么大罪呀 哦 我之前也跟大人说过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无论如何 还请陆大人在皇上面前 替本座多多美颜哪 嗯 一定一定 你们小心些 把陆大人扶上软轿 送回清静殿 是 慢点儿 哦 等一下 我还要见个人 你们把我扶到那边去 杜美儿 我是陆真 我是你的好朋友陆真啊 你放心 我们的约定 我都还记着呢 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嗯 我相信你 我等着你 哎 大人 我的嫌疑虽被排除了 但那位将军小姐 为什么恰好 在那个时候发病呢 太医院的人不是说 那钱上 确实涂了某种东西吗 您能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吗 那上面的药 是一种会让人又麻又痒的药 那位小姐是运气不好 天生就不能碰那种东西 才会突然中病的 哦 如果那位小姐没有弹琴 那上士大人就会中招了 正是 不过 下药的人好像只是想让上士大人出个丑罢了 哦 我现在才想明白 对啊 司政大人 您想不想查清楚 到底是谁想加害上士大人 陆大人 你有什么高见吗 那位小姐醒来之事还有谁知道 她在宫外将军府里休息 她病语之事除了皇上 与司政司胎医院的人知道外 应该还没有外传 陆大人 你想到了些什么 这样 听说陆大人被放出来了 大人真的没事了 没事了 那可太好了 可是 司政司查清楚案子了没有 还没有 听说啊 那位上主国将军家的小姐突然死了 临死的时候 还留下了遗言 她说 她知道是谁害了她 还说陆大人是被冤枉的 所以陆大人就被放出来了 哎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说嘛 陆大人怎么可能害人嘛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不管怎么样 陆大人没事就好了 就是啊 小姐 你怎么了 我有点儿不舒服 把月华嫁过来 我到家父店去等你们 哦 怎么样 我们已经锁了 我根本出不去 不过宫里到处都在说 那个上主国将军的女儿死得很惨 听说 还是蹊跷流血 别说了别说了 我害怕 小姐 你别怕 那个水母植物已经倒掉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证据 他们怎么查 也不会查到我们这儿来的 真的 放心吧小姐 哎呀 还好有你 只是那个陆珍 运气为什么会那么好 明明就已经死定了 居然还能被放出来 小姐 那个琴上的东西 本来也不关她的事啊 我不管 我恨她 凭什么表格殿下会喜欢她 凭什么一个小小的霸品女官 就可以单独住一间宫殿啊 小姐 你想多了 清清殿是冷宫 哪能跟您的家父店相比啊 这次就算便宜她了 哎 月华 你和芳华把阿比再找过来 我要好好问问她 看看陆珍 还有没有什么把柄好抓 是 怎么了 月华 月华 你有没有看到 什么呀 就 就是那个 什么呀 鬼啊 鬼 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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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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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 月华 月华 方华 方华 快醒醒 沈家敏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你是谁 我死在这个上吗 你说我是谁 五小姐 你不关我的事 我关我的事 你赔我命来 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 我这上人 你在琴仙上涂了麻药 你怎么会死呢 我 你撒谎 五小姐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死你的 我真的不关我的事 你真的不关我的事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五小姐 愿有偷拆有煮 那要是我下的 你要招就招我好不好 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我真的不是要害你 不是要害你 我们只是想整一下楼上事 谁知道你弹了那个琴啊 是真的真的 是真的 我叫小姐也是为了给娟小姐出口气 五小姐 你地下有志 可以请问娟小姐 她是被楼家的人害死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拿命来 参见大人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把他们放在这里吧 咱们回去再说 是 宫外已经查清楚了 沈思珍的乳娘 有一位刚刚去世的女儿 名叫小娟 小娟长得花容月貌 本已许佩京城一户人家 结果有一次出门上乡 不小心碰到了娄小侯 后来那小娟就上吊死了 过了不久 她的夫婿也死了 沈思珍和小娟从小一起长大 说她们情同姐妹也不为过 那位娄小侯是上士大人的哥哥还是弟弟 唯一的弟弟 那也就说得通了 沈思珍看到上士大人心中不愤 想要为乳娘的女儿出口气 结果阴差阳错 让吴小姐倒了没 正是如此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那晚被吓惨了 至今还在说梦话呢 对了 皇上说让你去一趟昭阳殿 他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之后再做处置 陆大人 皇上对你可真是看重啊 大人破获此案也立下大功 陆真愿以博茶一杯 恭贺大人 请 陆大人 皇上心疼你脚上有伤 特命你免礼 谁说是朕心疼 我看有人比朕更心疼吧 谢皇上 好了 大家都是熟人 不必拘礼了 坐下说吧 陆真 朕今天选你过来 就是想听听你的意思 沈思珍她预谋在先 嫁祸在后 还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你说 朕应该如何处置她 爱你爱到最后都不能停 听不下来就让自己伤了心 把手握紧 闭上一世一夜有心